其實新冠疫情在許多地方 都是起起伏伏 中國北京上個禮拜 才鬆綁防疫限制 隔沒幾天就傳出了 酒吧群聚感染 目前已經發現超過兩百個病例 北京市政府坦言 這波疫情比先前還要難控制 已經要求朝陽區三百五十萬居民 再度進行大規模篩檢 尤其針對一些夜生活場所 嚴格檢查 篩檢戰前再度大排長龍 才鬆綁不到一星期 北京又爆發新疫情 立刻收緊防疫限制 位處北京中樞地帶聚集外商 外管商業文教場所的朝陽區 九號爆出酒吧群聚感染 短短幾天累積感染人數 已超過兩百人 北京市政府坦言 新疫情來勢洶洶 管控難度已超過兩年前的 新發地批發市場 這起酒吧群聚已擴散到北京十四區 並延伸出另一起 KTP感染 官方已關閉朝陽區的夜生活場所 並將爆出疫情的天堂超市酒吧立案調查 部分住宅區跟購物中心封鎖 學校十三號起也停課 同時要求朝陽區三百五十萬居民 星期一起連三天進行大規模篩檢 北京市政府十四號通報 再新增七十四例 已連續幾天都是中國新增病例 最多的地方 當地從四月底傳出新疫情後 累積超過兩千例 而已經封鎖兩個多月 才剛解封 稍微喘口氣的上海 又因有零星疫情 上週末也有一半以上居民 再度進行篩檢 部分住宅區仍被限制行動 公視新聞 順林編譯